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來 上次在臉書啊 我說我要找一台能夠玩黑悟空 而且CP值高的筆電 今天不就來了嗎 今天我們來開箱這一台 超高性價比的黑悟空戰機 它是來自於洗潔師的Unicorn 16A 那我實測下來啊 它不只是跑得順暢 就連外接電視 4K 輸出哦 它也都能夠跑得非常流暢 而且重點是 它是AMD的處理器 完美避開Intel 13代的問題 是完全無死角的一台筆電 OK 接下來讓我們來詳細介紹它吧 Let's go 洗潔師是台灣的品牌 它的總公司在台北大稻埕那邊 那他們家的筆電 最大特色是CP值高 而且彈性也很高 那你去他們家的官網看 只要你想堆規格 像是記憶體太少 SSD太小 通通都能夠挑到滿意 然後再出貨 所以很多影像工作室 都喜歡用他們家的筆電 好 回到這台筆電 那我手上這台是Unicorn 16A 它是AMD系列的電競筆電 它在外觀上面比較中規中矩 不過你把它打開來看 電競的RGB發光鍵盤也有 那前面也有一條RGB的發光棒 那你可以到系統裡面去修改各種的發光模式 比如說像波浪 或者是像這樣子 你都可以去修改 螢幕的部分採用2K 240Hz的IPS霧面廣色域面板 色彩表現非常好 那它的轉軸很特別 採用半圓形的剛性轉軸 我這台的配置是AMD的Raisen 9 8945HS的處理器 那搭載的是獨立顯卡 Random RX 7600M XT的8GB的獨立顯示卡 那記憶體我把它配到32G 那兩顆SSD都是512G 電腦配置簡單介紹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進入主題 實戰黑悟空 那在開遊戲之前 記得先去系統修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先把AMD顯示卡的模式 改成遊戲模式 Hyper RX 這個時候一定要插電源來玩 那第二個是把Gaming Center打開來 這裡是洗劫師的重控台 可以很直覺的看到整台筆電的各種參數 比如說像風扇轉速、系統電壓 那你也可以改燈效模式 那在這邊我要改它的系統效能 系統設定我要把它改成野獸模式 這個時候就會開啟最大效能 當然也會最耗電 那接著我們把黑悟空打開來 黑悟空在設定畫面這邊 可以讓你改顯示設定 改完可以立即進行性能測試 就是Benchmark 所以一開始我先來試試 預設的應用設定 就是2K螢幕加高畫質 那實測跑得非常非常的順 平均幀率就有86fps 接著我想說 如果出門在外用純電池模式的話 那就應該要保守一點 那我們就試試1080p 中畫質來跑一下 幀數就高達150幀 非常猛 那你在出門在外用電池模式 就用這個模式來玩就好 比較能夠兼顧續航力 那接下來我來激進一點 直接把畫質開到超高畫質 然後螢幕解析度就用這台螢幕的2K解析度 那這時候的畫質來到平均64幀 畫面一樣很順 不過我覺得差不多到這邊 就是它的極限 再上去雖然還行 但是像這種3A大作 低於60幀就會看起來比較不流暢 後來我就問原廠 效能還能不能再吹上去 那洗劫式的原廠 它跟我們分享一個小秘技 到BIOS這邊去打開第二頁的這個選項 AMD的PSB打開 然後把它設定成SH1.5 那這時候效能就會再提升一點 那最後我來測試接我家電視 那我家電視是4K的 所以我就把解析度直接拉到4K 然後來跑一下 也是蠻順暢的 好 黑悟空的效能測試到這邊 筆電能夠開到超高畫質算是非常強 不過它的代價就是風扇噪音會很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算是小問題 因為其實遊戲的時候 我要嘛就接電視 離得遠 噪音其實不明顯 那不然我就會直接戴上耳機 所以我覺得風扇噪音真的是問題還好 那平時如果不玩這麼暴力的遊戲 我就會把它切到人類模式 其實它就很安靜 那我平常用這個效能啊 人類模式來剪影片修圖 其實都綽綽有餘 那最後我要提一下 如果你預算有限 一開始沒有辦法把RAM、SSD加到最大 洗劫師的機器其實都很好拆 你之後可以有錢了 打工了、賺錢了再來升級 它的插槽都有預留空間 像RAM、SSD都各有兩組 真的是彈性很高 好 以上就是這台能夠玩黑悟空 4K超高畫質順跑的 洗劫師Unicorn 16A 那其實之前我也開箱過 Intel系列的Forge或者是Dreambook 16 但是這兩台最高只能跑1080p中畫質 相較起來 AMD系列的性價比真的是高很多 大家如果對這台筆電有興趣的話 我把購買連結放在說明欄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成功跟武器 有明端電詞 喜歡их字 mild 穿下支影片 feld